今天教你们做一个不一样的糖醋里脊 严格的说是不一样的糖醋汁 走了 老板有没有菠萝啊 只有凤梨啊 菠萝和凤梨有什么区别 这多少钱一斤啊 10块08 好帮我拿了 这个是做糖醋汁的关键 这个是糖醋里脊的关键 今天这道菜就是 秘制版的糖醋里脊 把厨房交给男人 OK我们现在来把番茄给处理一下 番茄基本上像这种一个就够了 我们现在开一个十字刀 用一个镊子 当然也可以用叉子啊 如果说你不发烫的话用手也可以 我们给它插到火上烤一烤 这样的话就比较省水一些 如果你用开水去烫皮的方式 那个水烫完番茄你肯定也不要了 等它全部都卷皮之后 我们把它放在水里把它皮扒一下 这个去皮就非常的方便 然后我们把番茄改刀成块 形状无所谓 最终会给它煮碎掉 现在我们来处理黑凤雷 这明明是个黄凤雷 把它这个头给切下来 然后如果说你一顿吃不了 我们就别扒皮 吃多少取多少 然后这种老的就不太好了 我们把老的给切下来 然后我们可以用它去包糖醋汁 这个糖醋汁包出来 果味又会比较浓郁 然后可以给它切的稍微小一些 这样包的时候可以释放出来它的味道 然后我们再切一些稍微硅整一些的 等于跟那个里脊放在一起炒 今天我用的是这种猪里脊肉 如果你想要它更好切一些 就放到冷冻箱里 冷冻两个小时左右拿出来会更好切 用厨房纸把上面的血水给它吸干净 我们先给它开成大片 开着稍微厚一些 3到5毫米左右 然后把这个肉片 用刀稍微给它拍一拍 拍大一点 我们给它切成条就好了 简单的给码个底味 一点点的盐 白胡椒粉 生抽 一勺左右的料酒 然后我们给它软匀 等到抓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酱料都吃进去了 然后我们这个盆里你看 也没有水了 加到150克左右的面粉 高筋低筋中筋都可以用 100克的无糖气泡苏打水 如果你家里没有这个的话 就可以用小苏打和水 OK 然后把它给软匀 哦不对哦 不对不对 这是整成馒头了 水不够 四大水不够 翻车 就是调胡的时候 就是特别的愉快 探索的未知的旅程 就是你调调调 你发现稀了怎么办 加粉 浓了怎么办 加水 最终我们的去炸胡 调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 提起来拉丝拉线 手指头分开 你会发现长了一个脚谱 一共是放了150克的低筋粉 还有200克的无糖气泡苏打水 其实现在番茄也吃不到果香味了 所以要需要一些番茄沙丝的加持 然后这个是香醋 黑米醋 白砂糖 再加上一部分水之后 这四个东西在一起就可以组成一个非常常见的 也非常基础的一个糖醋味了 开火 一点点的油 然后香叶来两片 八角不要太多 一小颗 然后桂皮 把这个味道给它醒一醒 起来了 OK 香味已经出来了 一定要注意不要给它煲糊掉了 给它炒糊掉就完蛋了 然后我们的番茄 好 番茄入锅下锅之后 火可以适当的调大一点点 一边煲我们一边倒 就倒碎碎的 等看到这个水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就把我们的菠萝 芯给放进去 菠萝一定要给它加热一下 炒一下 不然的话那个非常色 菠萝进锅之后 我们的番茄沙丝 好 然后我们的黑醋 OK 然后白砂糖 再加一份水 刚好就是一比一比一 四个 等这些东西都调完之后 我们要给它尝一下味道 如果说醋的酸味在前面 不要着急 给它时间 我们把火给调小 一定要把这个汁给熬到粘稠 擦的每一分钟 再释放出来新的味道 明显感觉我们的汁 开始拉粘的时候 我们要把盖给打开了 因为这个时候非常容易糊 慢慢去搅它 等我们的汁 更浓稠一点的时候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给它过滤出来 这种粘稠度非常的好 我们来炸这个肉了 因为我们是用的湿糊 湿糊炸的话 这个温度就不能太低了 太低的话它会脱僵 就这种丢进去之后 它立马就能反得上来 立马就能起得来 这种油温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脆炸糊 倒进我们的肉条里面 因为脆炸糊今天用不完 把这个给它软一下 均匀的每一块上面 都挂上这个糊 因为我们是要6成热左右的时候 下进去 它是凉的 它下进去之后油温会降低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火 保持在中大火 下的时候我们贴边 给它抖散 千万不要让它卷起来 然后下的时候 手要离油面近一点 这样的话 肉条下进去之后 它就不会溅起来油花 等到稍微定型之后 我们把这个粘连在一块的 可以给它敲散散 敲散散可以把这个 炸糊里的气泡给它排出来 这个颜色就很棒了 然后我们给它捞出来 先控制油 然后我们把油温给拉高 做一次复炸 大概是8成这左右 OK 油面冒清烟的时候 然后给它下进去 这边一定要密切关注颜色 因为它很快 几十秒颜色可能就变暗了 好 等到颜色变色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走起 哇 这个色绝了 然后我们开小火 因为锅里的油温很热 所以我们锅里不用另外加油了 就留刚才炸过肉的底油就好了 油温还是很热的 我们把菠萝先下进去 菠萝先炒一下 好 然后把火可以开大一点 菠萝炒熟之后它也会更甜一些 我们炒的时候稍微慢一点 别把它给扒拉碎了 你能明显闻到 它这个菠萝的焦糖的糊味之后 我们把火给转成中火 然后加点糖醋进去 糖醋进锅之后 我们的肉立马就要进去了 然后翻它 等裹满之后 我们稍微再来一点炸肉的油 一点点明油 会让它更加的炼 好 稍微来一点点的芝麻 一点点 把芝麻给翻开 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OK 出锅 鲜汁飘飘的盘子里放着那么鲜汁飘飘的道菜 我觉得心情就很好 听声音 我觉得今天这个脆炸糊还是成功的 虽然我们试了很多遍 摸索中创新的这种感觉还是很棒的 今天这道菜看似是一道糖醋里脊 其实不染 碎炸糊 糖醋汁 糖醋里脊 三道菜 而且糖醋背后有万千的糖醋 好了 那今天这道菜我们就到这 喜欢我的菜记得点赞关注